HELLO 大家好 今天先来介绍一下冰装开发 装备开发的新的更新 现在是2024年 现在教你2024年 你应该怎么样去做装备 CP值比较高 那两年前我有做过这样的内容 不过这两年来 已经更新了蛮多装备在里面了 然后呢更新的装备里面 其实包含了有些是科研的装备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装备 其实最主要的是科研的装备 举例来说我们这个采泡457 他要做采泡457的时候 多了这个机密文件 以前我们可能用不到 但是这种原生的这种 比如说四字类型的 就是原生科研的 进入这个开发的时候 会多加一个这个机密文件 不仅是采的 然后还有金的 这个就是我们多出来的 这个小号图子 一个金的 金的可以合成成这个采的 八个金可以合成采 等于说你要做一个采泡 你会消耗蛮多的这个金图子 采图子就一定要 还有金图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普通金的这种原生的科研装备 也是要消耗这个金的 这个机密的文件 再来就是我们最关确的 这个电子装备 这个电子材料 其实很多装备都会消耗 所以我们在这种 消耗素材非常非常剧烈的情况下 我们更要抓紧我们这些有限的资源 那我刚刚讲 什么叫做原生的这个科研装备 就是一般在这种科研计划里面 是从前面有加这种试做型的 以后未来如果进入到那个装备研发后 它应该都会消耗所谓的机密文件 所以这些原本 就是科研产的这种装备 未来一定是会进入这种装备研发 那不过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其实它有可能未来就会消耗很多这种机密文件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未雨冲锋 好了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电子材料 还有机密文件的重要性 那我们开始来分类 首先第一批呢 就是我说的这个 我们需要耗费这个电子材料 还有这个机密图纸的这个装备 好 因为我们下面向最高难度就是15张 大世界基本上 事物上能推过的话 大世界基本上是没什么问题 好 那15张就是要这个对控 所以这个松柄机很重要 很好用 好我建议是要有6台 上面写的这个数量呢都是建议值 当然就越多越好 那材料就更不用说 好如果你之前有做这个科研 有拿到两个的话 那恭喜你可以少做 那如果是没有做过的 或是没有拿到的新手 好你基本上要两个 那这个香蜜泡也是 好这个2024年1月 加入这个新的这个踩飞机 叫做什么 其余 做一台 就很够了 好理论上是给这个独角咒用 好多小兽还能发挥它的价值 其余的这个舰载机 或者是其他的航母 可能就比较少用到这一台 但是它还是很好用的 那T1的这个装备呢 其实都算是泛用的装备 很多人都可以用 你做了也不会亏 基本上做到这个数值数量就好了 那T2以后的话 就是属于功能性的这个装备 好你有多余的材料 你再做 或是你要用到的时候才在做 所以理论上T0的这些先做 因为它耗费的这个资源比较庞大 好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要耗费 只耗费电子材料的这个装备 好一样从T0 好因为面向是15张嘛 所以对空的很重要 基本上这个踩对空底座呢 我基本上推荐4座 好4座到5座 有多少做多少 因为反正对空的这个图子 基本上只有一个踩对空的这个装备啦 除非它未来还有出另外一个形态 那以后再说 不过目前来说 你至少还有4座 然后还有这个飞龙 它其实是会有对空能力的这种 预雷剂 其实打死物章 其实这个制空力也是很好用的 然后海大王蜂也是CP值很高的 对海轰炸 然后CD都不错 那接下来比较次档的就是 这个狐猫 好一样的这个效力嘛 那这边一样都是属于这种 调数用的装备 所以T0到这个T1 其实基本上你做到一定的数量 就差不多了 那T3也都是一些特殊用途的这个装备 好举例来说 这个对空就是加火力的 你要打到很极限的关卡 加火力用的 然后呢 这个另外的几个 比如说像这种叢银炮 他们是给这个武藏去做使用的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可以独立去做使用的 理论上大部分都是特殊用途啦 不是泛用型的 所以电子材料也很珍贵 所以基本上T0做好做满 好有余力做T1 遇到有要用到的话 再去做T2的这种装备 好大家讲讲这种不需要耗费电子材料 好不需要耗费电子材料 其实这种材料都还蛮多的 根本上就是用不完啦 老玩家来说都用不完 那如果你新手的话 其实你还是要有一个游心顺序来去做这个搭配 好你可能推出会比较舒服 好首先一定要做的这个这个彼得雷 好那他的前置的紫色的这个图子 其实蛮难得的 但是如果你能做的话 至少做6根出来 好因为你的前置你有3个 好这个是完全体的这个鱼雷 然后驱逐炮的侧甲弹还蛮好用的 然后这个四连磁连 至少你有6座 不管你开箱也好 那你够数量的话 你都可以拿来做 那有材料就尽量做 因为这个其实还蛮泛用的 你如果不想换装备的话 然后再来这是另外一个这种战斗机 对轻甲还蛮好用的一个飞机 做两个来做一个调时差的这个功用途 那T1这边也有这个彩雷 不过踩潜艇这种效益其实也不是说很高 因为说你潜艇也不是实时招出来 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花费资源去做的话 其实使用领域不高 那如果有需要你也是可以做 那其实你也可以做这个实性的G71 好然后还有这个我们新的这个踩秋月炮 好做一把其实就很好用了 好如果你有用到第二把的话 要用代说 那踩十连不管活动拿到也好 或说你想要做的话 里面上好像也只有用到一根到两根而已 好大部分还是用这个四连比较多 剩下这些其他的鱼类都是属于功能性的这种鱼类 有用到再做就好了 然后还有如果说你之前我们前面讲的 松柄机如果你做不出六台的话 还有其他这种可以用的 好比如说天剑啊190 这些不需要耗费电子材料 它可能只需要纸的因为它不到金嘛 纸的话基本上烂大街啦 而且效果其实也不差 如果你没办法真的完全做到很多松柄机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做对空战斗机的选项 好了以上让你知道这个开发的这个优先顺序 那后来不管是开发出来 或是活动获得的装备 或是科研拿到的装备 它其实强化也是有一些优先顺序 因为你的金材料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我这边也稍微帮你列一下你这个优先顺序 我觉得T10的这个装备 基本上你就是要强好强满 好有的话直接加13没有问题 可以用到老用到死 那主要是这个主炮兑换 主炮的金材兑换 其实你要蛮多的 因为大世界不管说你在捞金材也好 它有这个兑换可以用的 优先去兑换主炮 因为很多的主炮这个需求 包含这个457 好彩炮 一个彩炮抢满 你可以抢满三个金炮 所以这个强化量是很多的 那不管你这边457也好 还有MK7也好 大盒炮也好 四连彩也好 剩下新的这个新登宝炮也出来了 基本上很多这种主炮专用的 好用的装备其实都是踩的 所以需求量很高 所以优先去强化主炮比较好 那航母呢 航母大部分都是活动获得 或是科研获得 而且慢慢拿啦 所以你真的要强满的话 其实也要花一点时间去获得图纸 那再来说 这个航母呢 也是慢慢去做累积的 你要很多的飞机 然后其实大部分战舰队都可以打得下来 那真的你要用航母对的话 除非你真的对航母有爱 好 所以再多做航母的强化 否则的话 战舰或是其他这种主炮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那剩下的就是比如说一些鱼雷 鱼雷这个是优先去做潜艇的嘛 强化潜艇的 那也有踩着这个鱼雷 大部分的鱼雷都是用在这个 四连池性鱼雷 好比较多比较泛用 那剩下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用途的 你要用再强化就好了 那剩下部分就是 鱼雷的强化其实幅度也不高 驱逐你要打火力 其实也没有到那么carry 所以里面上主炮还是优先去强化后排主力 比较有优势 那超巡的这个新的主炮呢 其实超巡大部分都是有来弹的啦 那你要打输出的话 还是用新能保炮 可能输出比较高一点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强化 就是顺序大概就是这样 那泛用 这个油压舵 然后这个金火控啊 溢压啊 黑白棒 其实都是用来增加火力用的 好生存也不错 所以里面上泛用一组 然后主炮一组 航母一组 其实你就可以去分门别类 去强化你这个优先顺序了 好了以上是这一次2024年 把这个装备研发 然后强化的一些know how 告诉你 那目前是2024年 到年底之前 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一些装备啊 应该会有新的科研装备啦 然后未来更新的频率 就看它这个塞的速度有多快了 或是说这个Meta的变化有多快 因为目前面向是这个15张的攻略嘛 所以15张的这个大中Meta的武器会比较有优势 其他的部位呢 就看未来的地图更新 或是关卡难度的调整 我们再来做更新吧 好了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说我没有讲到的一些装备 你认为它CP值很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可以这样讨论一下 可以把这个比较好用 CP值高的这个装备 推荐给这个新手玩家 让他们少走一些冤枉路 好了以上是这次的这个介绍 希望能帮助你 我是少美牛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